如果中俄联盟 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三大优越性 一是能够确保我平安完成统一大业 形成与美国相当的世界最强的军事能力 能与美国和北约抗衡 当我武统台湾的时候 可以确保美日不敢军事干预 只能充当旁观者 顺利解决台湾问题 甚至能够实现义武逼统和促统 无需开打的目标 二是能够有效化解马六甲混局 实际上我国对马六甲海峡最大担忧 不仅是中美全面对抗使美国封锁贸易通道 核心封锁我石油进口通道 虽然我们自己的石油资源 可以满足解决台湾问题的作战作曲 但民用石油显然难以长期保障 如果中俄联盟 石油供给就不是问题 通往中东和欧洲 非洲的路上贸易通道也能减强损失 三是能够有效化解西方可能的经济联合绞杀 一旦中俄联盟起来 形成一个经济体 不仅整体实力大幅提高 优势互补 劣势互迷 抗击打能力更强 并且还能强化和优化低于经济 进一步发展本来就与中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的 众多俄罗斯邻国的经贸关系 迷雾有可能的美日欧联合 绞杀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 中俄联盟是俄罗斯的极过需要 众所周知 自从东欧崩溃 苏联解体以来 世界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 突然变成了美国一家独大 虽然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大半江山和家产 但修克疗法过程中国家财富几乎被掏空 逐渐缓过继来的俄罗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减辉煌 但毕竟俄罗斯继承了 前苏联强大军事武器装备的大多数 仍旧稳坐世界军事强国的前三把交椅 对美国同样形成巨大威慑 普京上任以来 不像叶利钦那样对美国言听计从 其独立特行的个性 强悍的外交作风 被美国再次视为最大的对手甚至敌人 尤其是当普京通过巧妙而强硬的手段 把本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收归囊中之后 一直试图扩大北约阵营的欧盟愤怒不已 美欧紧密联手 全方位制裁俄罗斯 是的经济本来就极为不景气的俄罗斯雪上加霜 我可以断定 俄罗斯内心里 肯定想与中国更加紧密的联手 甚至也与联盟的盘算 因为联手就是联手 不过是略比普通关系更为紧密而已 俄罗斯作为中国曾经的大哥 前苏联的继承人 对中国迅速发展大大的超越自己的状况 佩谱归佩谱 但心情是极为复杂的 实力在若旦毕竟军事很强 俄罗斯的综合实力仍旧处于世界强国的行列 加之俄罗斯特别是普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不会主动低下头来提出中俄联盟 为何特朗普明知美国政坛全面敌视俄罗斯的情况下 却表现出亲俄立场 设法与普京搞好外交关系 实际上特朗普绝不是傻子 也不是任性 而是暗藏着一招 避免俄罗斯在保守欧盟和美国 全面制裁的情况下与中国抱团 形成联盟 特朗普的手段是假装很有好感 麻痹对手情况下的各个击破 这就是口命附件的现实表现 他反复强调与中国是好朋友 又说崇拜古今 这一切不过是特朗普而与我炸的商人品质 经验丰富的特朗普在发射堂衣炮弹 在释放的麻痹烟幕弹而已 如果中国主动提出来与俄罗斯建立联盟关系 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会失去主动和独立 更不会牺牲主权 而是以发起人和倡导者 牵头人的主动抉择出现 中俄双方都不丢面子 不损利益 而是实力叠加 实际上中俄联盟就好比我们利用外资发展自己一样 中俄双方相互把自己的资源 变成对方可利用的资源 这远比我们自己发展到 拥有两个国家的实力更为快捷 况且 无论我们如何高速发展 即便我们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对中国而言也不可能把俄罗斯的地缘优势 变成自己的优势吧 反过来看俄罗斯也是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东欧解体了 北约不赞火反而不断在扩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发展一个伟大的新概念 这一全球价值观 包含国际权力观 共同利益观 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但在当今美国 欧盟 中国 俄罗斯为主的世界多极格局状态下 特别是在国家价值观 政治体制 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甚至对立的环境利益 仅靠中国一己之力去推动实现 显然是单力薄 但如果中俄联盟以后 在不救的将来 将极有可能吸引中俄周边国家不断加盟 尤其是国力弱小 危机感极强的国家 会加盟进来的可能性很大 如此一来 全世界将近一半的领土 一半的人口组成的联盟体 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大的阵营 成为亚欧联盟体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联盟体内 实现了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样板 在全世界推进人类文明共同体就有了可能性 中俄联盟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 暗自大战结束以后发生的几十场国家间战争 除了北约以空中打击参与的科索沃战争 利比亚内战以及非洲的动乱境冲突以外 全部发生在亚洲地区 如果中俄联盟得以实现 并不断扩展 当亚欧联盟体成为现实的时候 联盟体内国家的争端就会通过环平方式加以解决 亚洲国家之间不会再有战争 特别是 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联盟体 美国和北约绝无胆子和能力发动 对这一联盟体内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行动 也不敢再对非洲国家发动军事进攻 世界将从此走向和平 我们与50多个国家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 实际上就是普通的外交关系而已 并无太多的实质意义 不过是强调关系更加密切 表达在未来更加巩固的愿望而已 我们与美国不也是合作伙伴关系吗 事实与结果怎样 大家心知肚明 因此只有建立几具有同盟性质的国家间关系 才能确保关系的长久稳固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联盟关系呢 一句话 比欧盟还要稳固才行 那么这个联盟体就需要具有 两个独立 四个统一的基础 主权独立 内政独立 统一的经济 统一的货币 统一的房屋 统一的外交 中俄联盟乃至亚欧联盟体的建立 必将遭到美欧日的权力反对和破坏 但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敌人越是害怕的越是担心的 恰恰就是我们要做的 敌人权力以赴阻止的事情 恰恰为我们指明了需要权力以赴努力的方向 实现和平的根本保证是强大德军事能力产生的威慑力 中俄一旦联盟 谁也不敢发动战争 建立中俄联盟并非为了与美国开战 而是阻下美国再次发动战争 中俄联盟肯定会有巨大阻力 但是在人为 做比不做好 是都不是 你怎么知道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